他們所謂的破冰之力 本市長就是賣台之力 不如有18同仁 現在有18個頭肉的部長立委 從本市上大家都很清楚 這次早就密謀好 正式大學 真實不明 我想唯有交流才能夠減低 所有的這些不了解的摩擦 而過去8年不斷的惡意的累積 已經造成今天兩岸有非常大的誤解 請你們不要再攻擊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因為賴清德先生都已經表示 共產黨希望能夠跟民進黨來對話 那如果兩岸的交流就是所謂的賣台灣的話 那是不是你也在準備充滿台灣 呼籲民進黨不要再做網軍設議 我們應該勇敢的站出來 為台灣人民做實事 做善事 做好事 當美國政府通過了原外法案 953億美金 包括烏克蘭有600多億 以及以色列有200多億 台灣有81億 而這三個國家裡面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已經死亡超過100萬人 受傷更有幾百萬人 國家已經完全的破產崩潰 再看到以色列跟 巴勒斯坦的戰爭 目前上網已經超過10萬人 而第三個 正是台灣海峽 支援台灣 81億美金 我們對於美國 對於現在世界三大火藥庫的 其中之一的台灣海峽 我們對於即將面臨的兵凶戰爲 我們深深的表達 憂心忡忡 而台灣的百工百業 不斷的向國民黨來陳情 現在整體的景氣 真的希望兩岸能夠全面的恢復交流 台灣不是只有科技業 IT產業 各有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 我們國家的就業人員 是包括服務業 製造業 以及觀光產業 農漁民等等 對於廣大的民意的不斷的訴求 國民黨傾聽民意 回應民意 勇敢承擔 此次的兩岸和平破冰之旅 不只要降低兩岸緊張的氣氛 更讓兩岸同胞能夠全面的來交流 此行我們雖然是國民黨的一小步 卻是在斷線八年以後兩岸的一大步 我們此行帶回來給台灣人民 一個豐碩的成果 包括現在大陸全面啟動 三十個主要城市的航點 對台灣做海空運的直航 同時有包括四大直轄市 以及總總二十個省會的人口密集的大都市 正式開放 對台灣的旅遊 能夠直接上網申請赴台證 更加的方便了大陸居民 可以直接在線上申請 就可以來到寶島台灣 而對於我們的農漁產品 大陸的官貿總署已經給順便 而且順利的來打開很多過去產品的競技 讓台灣的農漁民能夠順利的 將台灣特有的農漁產品 能夠順利的擴展市場 交往大陸 而對於兩岸最最關心的 觀光產業的這樣的一個課題 大陸已經正式宣布 對福建省對馬祖全面的開放旅遊 也在一個小小的彈書之後 這個彈書就是平坦對台灣的客運直行 希望台灣能夠立刻來回復 之後福建省將近五千萬的居民 可以直接透過空運海運到台灣來觀光旅遊 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方目前所設定的 陸客一天不能超過兩千人到達台灣來觀光旅遊 而大陸三十幾個省 到底如何分配這兩千個名額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所以由目前所開放的兩千個名額裡面 由福建省將近五千萬的居民 直接到台灣來觀光旅遊 此行已經順利的打開觀光之門 接下來中國大陸所開放的這個空運海運客運 直接到台灣有三十個最重要的城市 這代表了未來大陸各省都會全面的開放 到台灣整體的觀光旅遊 過去兩岸的觀光交流 大陸居民一年到台灣將近五百萬人 每一天有一萬五千人進入台灣 所以我們在這裡再一次的強調 陸委會以及這個觀光署 所設定的一天兩千人大陸觀光客 能夠來到台灣 不僅不符實際的需求 而且是杯水車薪 對於推動兩岸全面的觀光交流 降低兵凶戰圍對視的這樣的一個氛圍 我們的行政院各部會更應該加把勁 恢復到過去兩岸和平 昌盛的榮景 一天能夠開放到一萬五千人 兩萬人 讓更多的觀光客能夠走進台灣 認識台灣 瞭解台灣 更希望我們台灣的百工百業 高達90%以上台灣的就業人口 能夠全面的能夠振興起來 我想唯有交流才能夠減低 所有的這些可能的這些不了解的摩擦 而過去八年不斷的惡意的累積 已經造成今天兩岸有非常大的誤解 我想今天國民黨能夠傾聽民意 回應民意勇敢承擔 在兩天的行程當中 短短48個小時 我們經過不斷的馬拉松的這樣的一個會議 跟大陸有關的相關部門不斷的進行探討 而且必須要有成果 我想此行大陸除了開放福建省 往馬祖以及往台灣整體的團客的觀光 這個門已經正式的打開 而且把預備未來大陸所有各省 都能夠來到台灣觀光旅遊 所有的準備工作也已經正式的宣佈了 所以包括30個主要城市對台灣的直航 以及四大直轄市20個最重要的省會城市 對台灣直接開放線上申請赴台證 讓大陸的居民未來走進台灣 能夠更加的便捷 而台灣方真的要加把勁 我們的行政院各部會必須趕上這樣的一個腳步 我想兩岸的破兵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成果 此行國民黨團承擔大任 我們不悠產危機 我們重點是要讓人民過得更好 我們不希望成為世界第三個火藥庫 而成為戰場 我們看到烏克蘭傷亡人數有幾百萬人 不幸罹難的軍人百姓超過一百萬人 我們再看到巴勒斯坦 現在死傷的人數超過十萬人 我們再看到美國園外的三個國家 就是烏克蘭以及以色列還有台灣 我們深刻的了解全世界都認為 台灣海峽就是下一個火藥庫即將要開戰 我們不願意讓我們的孩子為了民進黨 在台灣海峽留學 我想我們更應該展開大步 能夠全面的來推動兩岸的交流 多加的認識減少敵意 能夠讓誤會不會的產生 讓台灣的百工百業各行各業 我們台灣的百姓 都能夠好好的安居樂業 好好的發展事業 我想得不顧必有靈 再一次看到台南市長黃偉哲 站出來呼籲 希望能夠兩岸必須要善意的堆疊 盡快的推動兩岸的和平 也能夠讓台南市的農特產品 能夠銷到大陸去 我想大陸的這個關稅總署的大門已經打開 讓台灣的農譽產品 能夠再回復過去兩岸昌盛的榮景 能夠讓辛苦的台灣農譽民 所生產的這些 品質非常良好的農特產品 能夠再一次的走進大陸市場 來增加我們農民的收穫 坤其在這裡也再一次的謝謝我們的羅密財委員 我們的陳雪生委員 鄭天才委員 習信盈委員 鄭正前委員 王宏輝委員 還有林沛祥委員 廖千祥委員 張志倫委員 還有我們盧憲憲委員 黃仁委員 黃仁委員 翁曉玲委員 賴清德先生 您所說 民進黨跟共產黨 希望好好的坐下來談 希望此行 國民黨的破病致力已經順利成功 以及黃偉哲市長公開的呼籲 應該兩岸全面的推動和平發展 更希望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能夠勇敢的面對兩岸關係 必須要來改善 能夠讓民進黨 確實能夠走出這一步 我想台灣各個政黨 都應該做兩岸的交流 這才是百姓之福 我們必須讓民眾 遠離兵凶戰危 讓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能夠安居樂業 這才是此行 國民黨所要做的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兩岸重要的意義 來 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還有 什麼問題 做一次回答 我們回答完因為要開會了 有什麼問題做一次問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對東地中面才能發展 以後台灣會變成香港 我要再一次 來 主要總算就是在這 從此 如果被攻擊 讓我們有更激 沒有更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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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更激 還有更激 我們要再一次的表達 國民黨此行 是請聽台灣的百公百業 不斷的呼籲 必須讓台灣人民能夠安居樂業 兩岸能夠破冰回村 我們此行 第一個就是兩岸和平破冰之旅 那已經順利完成 第二個就讓台灣的 跟大陸兩岸的觀光旅遊 能夠正式的來全面的開啟 畢竟已經斷線了八年 也順利的完成任務 第三個讓台灣過去 遭到沒有辦法行銷到大陸的農漁產品 能夠順利的來推動 打開大陸市場 我想三個主要的任務 我們都已經順利的完成 我們再次的呼籲各個政黨 可以基於愛護台灣 做各種意識表達 更能夠身體力行 能夠踏出這一步 為台灣的百姓爭取更多的和平發展 更安居樂業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是不容抹滅的 我們對自己必須要有信心 我們也再次呼籲 我們不會悠纏危機 對於各位各界不同的看法 我們再次表達 請你們請你們 不要再攻擊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因為賴清德先生都已經表示 共產黨希望能夠跟民進黨來對話 此時國民黨邁出的對話 正是啊 也是賴清德在之前 本黨團出訪之前 賴清德所表達呼籲的 那如果兩岸的交流 就是所謂的出賣台灣的話 賴清德 那是不是你也在準備出賣台灣 我們再次希望各界 能夠尊重賴清德的想法 也呼籲民進黨 也不要再攻擊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我們大家要勇敢 面對台灣主流民意 不要再做這樣的一個網軍撤意 我們應該勇敢的站出來 為台灣人民做實事 做善事做好事 對兩岸的和平 才會有更加善意的堆疊 能夠對台灣人民做出更好的和平的貢獻 我們來看一個網民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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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